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东北第三鲜的做法 食材有茄子、土豆和辣椒 这三样 茄子去皮切滚刀块 土豆切大厚片 一定要稍微厚一点 辣椒用手掰成块 都答对完事 我们先把茄子处理一下 加水洗一下 然后再捞出来 把水倒掉 这样茄子加淀粉能拍裹得更加均匀 裹成这样一个一个备用 为了让菜保持出锅最佳状态 我们先调个碗汁 碗里先放半勺清水 海鲜酱油 蚝油 盐、鸡精、白糖、花椒面 少许香醋 淀粉 再来点老抽 蒜粉这个时候就放 破匀备用 记住东北菜特点 缺黑、焦黏、厚咸 然后我们锅里先烧油 油热先炸土豆 然后把土豆给它炸熟了呀 捞出来 在油温升高的时候 我们炸茄子 把茄子都倒里 倒里先不要动 等它定型了 我们再隔了隔了 让它受热均匀 当茄子炸快熟的时候 我们把土豆也放里 辣椒 上里面拉下油 就捞出来 锅里留少许底油 放葱蒜爆香 倒入炸好的食材 把刚才调好的料汁 烹进去 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即可 第三天就这样做 可好吃了 学费的 双鸡 老板 对 能不能 有